今天我們呈現 新手也可以修起來的 中路神角 嘿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久違的克里希 克里希呢可以說是新手神角喔 操作簡單 有發一場穩定的範圍控制 可說是團戰神招 而且呢跑速還特別的快喔 不管是一技能命中單位 還是開啟大招手 有時候呢常常在團戰中 會感覺某個隊友呢特別沒什麼用 比如呢沒輸出沒控制 很打醬油 但是呢這絕對不是克里希 克里希呢可以提供非常穩定的傷害 像這一場呢就是全場最高輸出 非常穩定的控制 二技能很容易命中 就算你瞄不準呢 直接點一下那都會中喔 當然可以的話還是要瞄準一點比較好 雖然說他是新手神角 但是呢在職業賽 甚至最高電堂的世界賽 都可以看到克里希的中影 反正呢就是一個不錯的中路選擇 關聯比操作更重要的英雄 那如果你喜歡克里希呢 請幫我們點個贊 喜歡影片沒有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出裝一模文開始了 克里希使用普攻的頻率比較低 本身的跑速就很快 我覺得呢庇佑是比較不錯的選擇 若是你不想帶庇佑呢 你可以帶五顆精靈 五顆全魔 都可以 裝備的部分呢 我們比較喜歡出爆裂法杖為主 爆裂法杖位置呢 也可以改成惡魔的微笑 如果敵方的物理攻擊太高 比如像是有奎倫 布萊特 銀咒之類的 順帶一提呢 克里希的爆發非常高 不要低估他的爆發力 以中後期呢 只要我們正常發育 一套技能全中 一二三都中的話呢 是可以秒掉一隻脆皮的 比如射手啊 法師啊 刺客等等 談判的時候呢 可以提供很穩定的輸出 克里希的關鍵呢 就是要一二技能 盡量命中比較好 一技能的話呢 用尾巴命中敵方 可以瞬間吃兩段 那是傷害最大化 可以的話呢 就稍微練習一下 練習用一技能尾巴瞄準敵方 練準之後呢 你會發現比你想像中更簡單 而且呢 命中一兩次 敵方就會沒血要回家 再來是二技能 二技能的話呢 要盡量忍住 有兩種狀況喔 第一種狀況呢 是你跟隊友一起去抓人 那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主動 交二技能去抓人 搭配隊友的控制呢 通常一套 敵方很難逃 像剛剛呢 可以逼出敵方拉茲的瞬移 第二種情況呢 就是被敵方攻打的時候喔 如果被敵方進攻呢 就不要急著開二技能了 等敵方的刺客進場 在二技能擠費特 可以幫助隊友有效的反殺 最後就是大招開啟實際 假設打架呢 不管是抓人還是被抓 開大準沒錯 他增加跑速呢 可以讓我們追人的逃跑 同時呢他還有自動瞄準的OP傷害 光是大招傷害呢 比如敵方納克羅斯他衝進場 被我們大招砸幾下 他就要殘血 這時候將你的射手補個普攻 敵方就要倒下 剛我們也單殺了敵方的拉茲喔 招式技能帶的是急著 搭配我們技能的架速跟急著呢 敵方是跑不掉的 請敵方卡芬林吃一套 目前我們剛上四等喔 沒什麼裝備 只有一雙魔防鞋 一套可以打他一半血 那你大概可以知道呢 如果敵方是剩下半血 或者搭配隊友呢 補另外一半的傷害 我們一套就可以擊殺敵方的脆皮 等裝備起來就會簡單很多 尤其是買出爆裂法戰跟烏鴉王冠 這次是一場巔峰賽喔 本號的巔峰賽 基本上呢我們還是要跟我們的隊伍為主喔 最好呢是跟輔助打野 像這場輔助打野都在笑 KC還是有些缺點的喔 比如呢我們會怕蹲草 被一般蹲到的話呢 比較難受一點 若是真的被蹲到呢 可以嘗試開大招逃脫 甚至開急著 不要手忙腳亂呢 導致這技能亂用 擊飛命中的話呢成功率會高很多 敵方埃里過來 他大招能解控喔 我們先使用大招拉開 開大招的跑速很高喔 我們只要隨便亂穿呢 敵方很難抓我們 同時還要一直被我們砸 這邊敵方打了兩進程 使用一技能 把敵方防守趕走 保護我們的兵線 在丟底敵方一顆一技呢 這場我們帶來是祖卡 祖卡收購能力還算不錯 克里希非常般配一些瘦頭角喔 像這樣呢我們給敵方拉茲一套 拉茲就殘血了 祖卡再會個棒子就把他帶走 有沒有注意到呢 我們七等的傷害跟 四五等的傷害就有明顯的提升 剛剛一套呢可以打敵方一半血 剩下一套呢可以打敵方七層血 裝備越豪華打人就越痛 那有夸克在喔 留個二技能 如果他大招的話就二技能斷他 如果敵方有阿萊斯特的話 特別要留二技能喔 就留給他 OK這邊有命中敵方蘭多 消耗他一點血量 大招砸到他 這邊我們技能沒有完全命中呢 就打了他一半血左右 他開個補血補回來 先拉開 往敵方卡芬妮丟個一技能 二技能命中敵方卡芬妮 但是這邊呢沒有其他隊友補傷害喔 團長的時候呢就優先擊殺敵方輸出 而且呢我們的技能是貫穿的喔 很多時候呢可以攻擊到敵方多個硬撐 把敵方卡芬妮打殘 西魯卡蓋加速 收敵方卡芬妮 中路推進去 需要有點長先回家補個血 目前時間才六分鐘 其實還挺前期的 基本上呢就是哪邊的打架 我們都要到場 幫忙控制也好補輸出也好 可以其實最強的地方呢 就是範圍控制範圍輸出 他跟薇菈有點不一樣喔 薇菈是呢技能很容易命中 當時傷害是偏向單體的 二門的傷害都是範圍的 可以同時命中敵方好多個英雄 比如呢如果你是薇菈的話 你的傷害可能會浪費在敵方的坦克上 這樣子也打不到敵方後排 而克里希則不一樣 我們的招呢基本上打到坦克 也可以同時打到後排 那就是 快速把兵先清了 過去幫一幫隊友 若是你的輔助不看視野的話呢 我們會更難玩一點 這邊給敵方吃一套的傷害 可惜呢沒有吃到我們的蝴蝶回來的傷害 被他跑掉囉 就差一點 主要是呢是艾里的關係喔 艾里呢可以解除控制還可以加速 如果是其他英雄呢就比較難躲 就差一小滴血 可惜 那我們的魔紋帶的是 惡魔覺醒 惡魔覺醒好處呢 是一二技能刷新更快喔 有更高的範圍輸出 如果我們大概是死亡詛咒 或者萬鈞聖雷呢 那樣子的話 拉茲就倒下了 附近沒隊友的話呢 我們就先跟敵方糾纏 先等一等 OK 找個坑朗 開大進場 敵方打殺拉茲 他們蘭鐸已經打下了 復活出來 再進攻 最後還有台炮車 守護我們的炮車喔 誰靠近就打誰 現在那樣子也沒有注意到 敵方還沒開始打呢 蘭鐸就剩半血 進場 擊飛 再套一技能 蘭鐸的尺重呢 都是在 殘血半血的狀態喔 全場呢都還沒有普攻到 一吃兩吃 這也是克里希厲害的地方 盯著敵方的後排打 所以就我們守場 那以上是我們在克里希的影片 感謝你收看 我是尚恩 我們下次見 掰掰